世界十二強門票開賣 準備槍票支持中華隊囉 落後十一分沒在怕的啦 中信兄弟上演大逆轉 美國隊差點輸土耳其 他們能在世界盃走多遠呢 Andrescu第一次打沒網就上手 決賽要打大他十八歲的小薇 讚讚我是小編韋伯 嗨嗨我是小編小楠 欸小楠最近我們粉絲團被問到爆問到炸的問題就是 十二強門票什麼時候要開賣 終於在九月九號的售票記者會上 告訴大家所有資訊囉 就像畫面上大家看到的 九月十號到十二號中信卡友搶先購票 九月十三號開始中秋節全面開賣啦 利用全家便利商店FamiPo或者FamiTickets 就可以買到熱騰騰的十二強門票囉 沒有錯今年十二強B組賽事 在十一月五日到七日由中華隊跟日本 委內瑞拉波多里各四隊爭取前兩名 晉級到下一輪的資格 比賽分別在州級棒球場跟桃園棒球場進行 就像圖卡上面所說 各個球場各個場次跟各個位置都有不同的票價 只要你買票進場觀看中華隊的場次 球迷朋友就可以獲得紀念梯或毛巾喔 沒有錯購買內野A到F區位置的球迷 可以獲得愛迪達獨家贊助的應援梯 而內野G到K區以及上層看台的球迷 你則會拿到賽事獨家的應援梯 至於外野的球迷朋友們不要擔心 你們也可以獲得賽事獨家的應援毛巾一條 三天的賽事都會送大家不同的顏色 紅藍白的應援商品包君滿意 一集來蒐集全套的應援商品 來為中華隊加油吧 說到十二強賽當然接下來 接下來就要關心中華職棒 進入倒數一個月的賽程 排名前兩名的中信兄弟跟Lamigo桃園 上禮拜是進行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史詩大對決 真的兩隊打了四個小時合計29分 聽到這些數字我就累了 小楠你先講吧 原本Lamigo打完前三局是11比0的遙遙領先 不過兄弟的王威成 四局上率先敲出安打開啟中信兄弟 強攻強攻的氣勢 隨後靠著唱起歌來獲得 忠職柯友倫稱號的詹子仙 還有被棒球耽誤的歌手張志豪跟高宇傑的長打 一口氣他們追回了五分耶 哇 中信兄弟這一串的狂轟猛攻 已經打了Lamigo先法投手尼克什暈頭轉向 輪到這一局敲出過安打的王威成再度上場打擊 這次二四直接把小白球送到千里之外送你離開 不過洪一中總教練心想 這應該沒有1000里吧 應該只有999.7 所以我要挑戰喔 經過重播輔助判決之後 裁判認定這是一隻貨真價實的全雷打 這是王威成終職生涯第一發全雷打喔 這也幫助中信兄弟把比分追成了8比11 而且之後他們秉持永不放棄的精神 終於第八局就靠著張志豪帶有兩分打點的 一兩打逆轉戰局幫助中信兄弟在這場高潮跌起的比賽中拿下了勝利 恭喜威成恭喜志豪囉 為愛付出瘋狂為夢受一點傷 為保護我的信仰變得更堅強 為愛付出瘋狂為 好啊 進入下個主題 好啊 都不讓我唱啊 都可以啦 我們接下來要看到在中國進行的世界盃籃球賽 結束一個禮拜的賽程 現在16場的隊伍都已經出爐了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國對土耳其的比賽 因為他們打到了延長賽最後一分鐘 可是土耳其有連續四罰的機會 可是都沒有投進 連續四罰 我去投就投進了好不好 所以土耳其這慘烈的手感 也讓美國一分差帶走的勝利 還有美國隊第一次在世界盃遇到NBA的NVPO 那就是希臘的亞尼斯 A-N-T-E-T-O-K-O-U-N-M-P-O的阿德坤普 那一開始呢 希臘隊還可以在比賽前段段咬住比數 不過美國隊祭出了鐵血式的防守 全力防堵希臘隊的亞尼斯 A-N-T-E-T-O-K-O-U-N-M-P-O的阿德坤普 美國隊最後是靠著全員皆兵的攻勢 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嗯 你好強喔 那亞尼斯怎麼拚 我不會 西方這些球隊大家是殺了你死我活啦 但是東亞的球隊就提前打包回家 像日本隊他們還一大比分差輸給了美國 所以這時候招問Kenny哥 難道亞洲球隊的距離真的跟西方這麼遙遠嗎 亞洲球員跟歐洲球員 甚至美洲球員最大的差別 身體素質的對抗性 以及防守的延展性 碰到身體衝撞力優於你 體型必定好 防守意圖強大的時候 它會影響到你出手的準確性 而且不是有的時候一點點 有的時候會是非常的多 接下來看到US Open 美國網球公開賽 今年在女子單打的部分 出現了一位全新面孔 那就是來自加拿大的小將Bianca Andrescu 她第一次打沒網就上手 連續擊敗了像Banchich跟Mertens這些超級好手 不過來到冠軍決戰 她的對手是非常不好惹的美國Sarina Williams 微博你知道他們差幾歲嗎 應該也有個15來歲吧 他們相差了Andrescu今年只有19歲 小薇比他整整大了18歲 所以小薇是26歲 你的數學很差耶 可是我算得很快啊 不想理你 而且小薇 小薇他當年拿下第一座美網冠軍的時候 Andrescu根本還沒有出身 天啊 這也太誇張了吧 Andrescu打進美網的決賽 也創下了許多驚人的紀錄 像是他和小薇相差18歲的年齡 創下了史上年紀相差最大的決賽 而在這場真跨世代的對決 最後有Andrescu直落二人拿下勝利 成為加拿大史上第一個女網大蠻冠的冠軍 恭喜Andrescu 不過不需要我期待你成為第二位 而男單方面最後由西班牙蠻牛Raphael Nadell拿下冠軍 接下來要來關心台灣各領域運動好手的消息囉 台北羽球公開賽每天吸引了大排長龍的觀眾 進場為了要幫台灣的選手加油 而我們的羽球一個周天成也順利的過關斬將 一路打進決賽囉 Check it out 我想今天不管在進攻上 在控制上還有限制對手的情況下 我覺得自己都可以表現得很好 然後展現了壓制性 然後讓他也逼出很多思路 基於中華男族上週在世界杯亞洲區資格賽事面對約旦 上半場雖然被對手連進了兩球 但中華男族也非常爭氣靠著溫志豪帥氣破門也追回了一球 不過他們很可惜後面沒有辦法繼續追分 所以最終1比2輸給了約旦 除了突如其來的大雨攪局之外 其實這場比賽還有另外一個特別的亮點喔 在第70分鐘左右 中華隊的陳浩瑋在禁區做出鏟球動作 疑似拉傷腿部坐在地上 這時約旦的門將沙菲上前幫陳浩瑋做腿部的伸展耶 最後沙菲亞用帥氣的公主抱將陳浩瑋抱起來 帶他移動到場邊進行治療 欸小男我好想知道陳浩瑋被公主抱的感覺是什麼 我也可以啊 呃...你確定 我最後再問一次喔你確定 確定 上次福地挺身都輕輕鬆鬆 可是你還有一則新聞沒有播 你要不要先播啊 我們同期進行我可以一心兩用 好 來吧 台灣的小朋友 真的很厲害 他們U18中華棒球代表隊 搶進 U18中華棒球代表隊搶進了 U18的金牌戰 然後順利擊敗了美國 拿下了這一次的金牌 恭喜 想要體驗被公主抱的感覺 就要追蹤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按照我們的Facebook 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好了フォー我下來快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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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